未婚和已婚女星红毯差距 未婚女星妮妮和董子剑走红毯 妮妮全程都疯狂暗示 只可惜董子剑家教太严 一直特意和她保持距离 结果妮妮硬是跨上了董子剑的胳膊 董子剑瞬间就身体将一道不行 话风十分搞笑 未婚女星江苏颖和宣红雷出席活动 宣红雷全程都十分防备 可被要求一起拍照时 江苏颖却忽然把头靠在了宣红雷的肩膀上 一副小鸟一人的样子 孙虎雷发现以后回头看了她一眼 露出一脸嫌弃的表情 唐燕作为已婚人士 和陈赫索红毯时 全程都保持着距离 身穿一席红色紧身礼服的她 优雅有大气 拍照的时候两人也都保持着距离 这分寸感也是让人年龄称赞 已婚女星孙丽和刘汤 一起跟导演出席分看 两人着装都十分保守 各有各的美 并且拍照时 两人跟导演都保持着距离 网友纷纷吐槽 有这样的老婆 老公在家怎么能不放心呢 已婚女星万倩和胡哥等人出席红毯 万倩身穿白色西装亮相 虽保守但不缺高贵优雅气质 拍照的时候 万倩也是和胡哥距离着十万八千里 不得不说 已婚女星的分寸感真的超强